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心于满足教育的需求 职业教育 银行的办业务的情景模拟 派集的各种原理 包括股市的各种操作实物等等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领域是数字出版 我们其实是有目的地完成了我们一个重大的目标 就是说通过2B的这么严苛的要求 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和效果 同时完成生态闭环的建设 他们在里面赚到钱了 所以说他们自然就会留在我们的生态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2C的事情 因为不管完成这个壁款做2C 就会像有一些这种暴涨暴跌的一些APP一样 会进入到那个循环 我们不希望做那样的事情 我们是从11年的11月份 跟我的技术合伙人的第一次碰面 到现在接近4年 等我们确定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世界上我们要面对着很多的难点 30年的时间投入一个产品 这大公司都抖不起的 如果是纯靠钱的话肯定消耗不起 那么大家都是靠把自己人都注入到这个公司里面来 自然的话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准放到最低 那么肯定是比较苦 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部分人在卡特卡办公 然后有一部分同时是在外地 所以为了控制成本 大家先不要聚到一起 聚到一起大家生活成本都会提到 基本很少有投资人会相信 你一个小的团队可以是直接做一个 会对整个世界的内容产业都会产生影响的这种东西 很难让人相信 为什么大公司做不了 凭什么你能做 成绩抄你怎么办 它是特别经典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确实很难回答 还有一些我们阶段下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需要通过2B 通过做这种企业的客户来磨练产品 需要通过让大家赚到钱 来把比如说设计师 形象的设计师 动画师 把配音公司 把制作团队 甚至把剧本的编写的人 等等把他们都聚集了 我们身材中来 只有靠赚钱才能把他们都聚集了 来了一个业务的时候 尽量地推给合作伙伴 让他们去赚这钱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纠结的 有些活明明是项目的活 很好的活 不同期 团队的现金流也是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和纠结 还有是2B它会有很好的现金收入 那么可以养活团队 但是如果你做2B的时候 你建立很好的这种 比如销售团队 那么2B业务就会涨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建立一个很好的销售团队 会带来另外一个代价是 整个团队的结构就会变成了销售为主 变成销售为主之后 这个团队基金是不可逆的 一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的思维导向以后 大家达的都是提成来驱动 那么这就意味着 你像在做这种基于内容驱动 基于用户驱动这种模式 整个团队的就很难有关意识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种 一次次决定 要不要放弃 要不要放弃 再逐渐放弃 然后好 未来保留我们的能力 取舍的每次选择都是不赚钱 为了更大的目标 选择暂时放弃短的利益 很早就有投资者劝我 你只要图C我就给你不行投钱 但是我实在不想做那种 快起快落的公司 我们通过2B这个阶段 积累起了整个的生产资源 积累起了优质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去启动市场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得非常快 这帮兄弟们跟一起 创业这么几年 其实每个人的家庭的压力 都是我的压力 就是说我不能容忍这件事情 它做不成 因为这背后寄托了 很多的家庭的这种希望 还有未来